9月,四川如珠的古令县烟雨蒙蒙,如同这舒爽的天气,古令县京南街道王堂村异地扶贫搬聚居点的搬迁群众颇为高兴,政府的异地扶贫搬迁政策让他们原本挣扎在扶贫县的生活,真正迎来转机。 在宽敞明亮的新居中,52岁的杨林强回忆起在山上的苦日子,以前他住的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土八房,老房子年久已经破旧不堪,且出行十分不便。 调节就比较差,特别是在玩和读书,调节就比较多,跟学校就比较远,学校的话,中国的学校都,就有森林了,还能打到学校。 每一早上,特别是在轮雨梯,小孩可以读书回来,活生的身体一巴。 面对这些问题,杨林强也想过改变,但是妻子生患残疾,自己的腰又不好,不能干太多的重体力活。 今年贫困,让他意识到山上的一方水土可能养不好一方人。 就在这时,转机到了,2017年3月,古林县王堂村异地扶贫搬聚聚点破土动工。 当年年底,24个行政村的237户931名贫困人口搬到了这里,杨林强一家便在其中。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在山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他,有一天能在宽敞的马路边住上楼房。 老家搬聚这里来,这个对我儿去得书啊,这个旧衣上啊, 万人周边的话就是找的灵活路啊,做这些大人灵工啊,这些都比较方便。 我住房啊,在那儿来弄这里,水啊,地啊这些啊,大家是非常好的。 在这近来的话,尽量生理来算,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还是要做的,比老家好得多。 在从幽居变幽居的同时,杨林强跟妻子的工作也得到了解决。 因身体原因,他们被安排了供应性岗位,一个做保安,一个成为了清洁工。 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有1600元,除了日常生活花销,还能存下一部分钱。 此外,为了让搬来的老百姓稳得住,有事做,能致富, 政府还在他们家门口建起了工厂,很多人走进了扶贫车间,成为工人。 这个扶贫车间,它是做订单,元宵东南亚中东地区, 它的鞋是出口的,它解决我们这里的工人,它随时有一倍六十多个工人, 解决我们平均有六十五人左右,随时都有六十五人左右。 它这样的解决了我们平均富货在家门口就业,在家门口挣钱。 2019年6月,杨林强收到了村委会送来的一张奖状,脱贫示范户。 杨林强说,好生活还是要自己争取的,他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信心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